中午才刚拍完邓爱的奇策介绍 结果下午的时候改良版就出现了 奇策真的非常有趣啊 那这部影片会介绍两组新的阵容 分为有姜维跟无姜维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一样是有姜维的阵容 使用曹操、诸葛果、曹丕、大桥、公孙战以及姜维 神兵使用猴刀、葫芦以及扇子 凌虫使用猪雀、大象以及牛 这套阵容一样要求姜维三火 前人方面曹操1131 朱葛果1131 曹丕1131 大桥3223 公孙战1311 姜维2132 战魂方面除了姜维弱点突袭以外 其余的全部怒夜灭袭 炮武方面就只有大桥必备其余随意 然后这套目前曹丕的改良阵容 最高的记录是4.4亿 我个人只刷到4.26亿 再来第二套阵容 无将尾的版本 这套阵容说真的超级有够强啊 使用的武将是 曹操、蔡文姬、曹丕、大桥、诸葛果以及公孙战 这边先说一下关于星术的部分 曹操五星以上 曹丕一火以上 大桥必须满火 诸葛果五星以上 公孙战三星到满火皆可使用 但是目前最好的成绩 公孙战大约是三火 神兵使用猴刀、葫芦以及扇子 灵虫使用熊猫、大象以及牛 前人方面 曹操1131 蔡文姬1131 曹丕1131 大桥1121 诸葛果1121 公孙战1311 战魂方面 全部使用怒夜灭席 幻武方面 大桥三开幻武士必备的 其余的随意 然后这套阵容上下线非常的夸张啊 原本我在拍摄的时候最高的纪录是4.9亿 结果在我影片修改的途中 已经有玩家打出了5亿的高分啊 真的是有够猛的啊 这个不晓得献祭了几倍人的阳兽啊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我是小春 咱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